來看到第九號颱風 盧碧的威力 真的是不容小覷 東部和澎湖的風浪 逐漸的增大 在臺東的復岡漁港的堤防 都快擋不住這一波 未為環流的海浪 讓當地的漁民相當的憂心 而在南嶼南方的海岸 也觀測到了五點三米高的風浪 臺灣西邊的這個澎湖馬宮 靠海的觀音亭 海水不斷的翻湧 陣風達到六級 預估越晚 颱風的狀況會更加的明顯 盡頭巨浪翻過防波高牆 海水網防波提灌 接踵而來的海浪 一波比一波還兇猛 第九號颱風盧碧 帶來的外圍環流 東臺灣很有感 好像一個洒浪汽流的風浪 比較容易就這樣 如果等下真的做風胎 這裡面不知道會變得怎麼樣 丹佑泉寫在臉上大浪 不斷襲來 漁民擔心復岡漁港的堤防 是否能抵擋 離島蘭嶼也備受威脅 蘭嶼南方的海岸 也出現高5.3米的海浪 除了東半部以外 西半部澎湖風浪也逐漸增強 海面越來越不平靜 岸邊也開始出現乘浪 越晚影響會更明顯 淹海地區的民眾要做好 放開準備 歡迎新聞綜合報導